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金融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庆祝母亲节 由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国际狮子会 基隆木兰会协办 特地在金融市政府四楼礼堂 举办全市七区的模范母亲 与自强母亲的表扬大会 感恩母爱的伟大 感恩母爱伟大 表扬派对活动前 先由表演老师带领全场来宾 包括立委林沛祥 市议员张耿辉 施伟正和吕美玲 以及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 和各区区长 以及里长等人一起跳舞 互相娱乐 现场来自七个区 以及原住民和新住民 以及客家等准备 接受表扬的十位模范母亲 和七位自强母亲 气氛热闹又温馨 这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由国际师子会基隆木兰会协办 在基隆市政府四楼礼堂举办这场表扬派对活动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颁证 感谢牌并且和议长童子委立委林佩祥以及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吕美林郭美秀施伟正秦珍和市议员陈明健助理 以及各区区长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记录着感人的一刻 谢谢各位今天不但能够受到各区的一个表扬 也能够今天到市府来让我们至上崇高的敬意 我们所有的国范母亲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要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也鼓励您这样的精神 可以成为我们市府成为基隆市 每所有市民朋友的一个打电饭 那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把所有的爱跟笑都放在心里面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也可以把家庭做得更好 最后祝所有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我在这个周末也会花了多时间 给我三位家里的妈妈们 分别是我太太 我妈妈还有月 都会花时间陪伴他们 尽量把这个周末下给他们 还有智强母亲 也有这个我们七区的代表 每一个妈妈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妈妈都非常伟大 刚刚市长在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妈其实 我自己的妈妈 其实是嫁来基隆 所以当初到基隆来 做人的辛苦 有点辛苦 所以母亲真的很伟大 来到基隆人生地不熟 然后 这边没有自己的家人 然后 要面对公公婆婆 要面对这边社会的地方 大小事 所以我们母亲 嫁来嫁人是不能煮饭的 特别为了我们母亲 我们母亲的朋友 为了他去学主办 后来考到乙籍厨师 为了这个 为了生存下去 真的很不容易 对 我自己在学主的时候 因为肠病毒 然后我们家两个肠 就得肠病毒 我在外面跑行程 我老婆在里面 照顾两只 在里面不到三岁小朋友 那边哭啊 那边喊啊 所以那时候妈妈 其实那时候回来 看老婆很累的样子 就知道自己 也知道妈妈有多辛苦 所以在这边 内想还事情 代表说 我们整个团队 跟立法院 像我们的基隆的 伴伴母亲 就说恭喜 恭喜你们 然后帮你们的家庭 付出这么多之外 也谢谢你们 帮我们基隆市的 每个家庭做了 挺好的电站 刚议长有提到说 那个 议长的妈妈 有道理性俗诗 对不起我妈没有 我妈甚至 最后的就是 咨询跟骂我 所以说我常常 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接受 另外一位立法委员的咨询 不过我还是很爱她 我还是很希望说 她能够咨询多一点 然后顺便多教练我一些东西 那我也相信说 所有的妈妈 会把她的爱 或者她的侄女 那同样的我们 会把我们这个 的爱需产生下去 主办单位 社会处和协办单位 国际师子会 基隆木兰会 非常用心 在现场精心布置 并且提供派对 帽子和手牌等道具 让获奖的模范母亲 以及自强母亲和家人 以及明代 可以一起留下 开心美丽的合影 会后 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颁证感谢牌 感谢国际师子会 基隆木兰会 尽心尽力协办这场 表扬派对活动的 用心和辛苦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安乐区公所 肚皮舞 为活动暖身 一连多首舞曲 朝热现场气氛 安乐区获奖 26位 武范母亲 第一上台接受 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为表扬 其中 殷安里 曾蔡景阮女士 高龄94岁 服务教育界超过40年 年轻时 为家庭教育付出 家庭和乐 荣获安乐区 模范母亲代表 接受犬式表扬 她是属于自由的 你知道吗 很自由 就让子女她们去 花费她们的所长 然后对我们都很好 对对对对 不会有什么拘束 也不会限制我们做什么 因为她本身也很喜欢 很崇尚自由的女性 她都自己都从 跑来跑去 到世界各国去玩 教育 教育40年 那这个 也曾经到日本 去交流 她本身日语能力也相当强 刚好又住在我家路上 那非常巧的 小时候她 曾妈妈也住在我家 老家的后面 真是非常有缘 那今年 子女各个非常的成才 她的为人主持 教育小才 非常的严格 非常 而且是 从各方面 她的家庭方面 都非常的圆满 表扬大会上 金融市长谢国良 一一唱名 表达最高敬意 议长同志委支持时 也向全天下的母亲 预祝嘉姐愉快 安乐区的母亲节活动 那也感谢 这些模范母亲们 所有的妈妈们 对于平日家庭的奉献 我家里有三个母亲 我非常感谢 我太太 我岳母 还有我妈妈 尽量这个周末 六日也多陪陪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陪陪自己的母亲跟家人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安乐区 我想安乐区在简易德区长 领导之下这个里长 都非常的团结 气氛非常好 所以今天度过了一个 非常温馨的母亲节颁奖 那我想我们安乐区的议员 也都共同来祝贺 那大家也都跟这些母亲们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 借用这个机会 代表借用市议会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大家天天开心 天天美丽 五月光辉的母亲节到来 私人府在七个行政区 举办母亲节表演活动 要向全天下母亲 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由伊甸基金会主办的 隆重斗丁来亲子运动会 在南龙国小热闹举行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同姿 都亲自出席 感谢伊甸基金会 25年在基隆的耕耘和付出 为了让幼儿在运动中 学习团队合作 由伊甸基金会主办 南龙中山两个非营利幼儿园 以及基隆中心三个单位协伴的 隆中道丁来亲子运动会 在南龙国小热闹举行 包括伊甸基金会董事长陈宇昭 合作金库证券总经理翁国良 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姿委 都亲自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 除了感谢伊甸基金会之外 也宣导基隆市政府推出的 基隆亲子照护平台这项措施 欢迎有需要的爸爸妈妈 可以多加利用 我们基隆市开发出一个新的 LINE AD帐号 名字叫做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搜寻的时候搜寻基隆亲子 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得到 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孩子们跟家长 在半夜的时候 在周末小儿科没有开的时候 如果身体有不适的情形 可以透过这个LINE帐号 跟线上真实的医生跟医护团队 来咨询一些医疗相关的讯息跟需求 那这个我自己作为父亲我也用过 我的团队的爸爸们也用过 都觉得在半夜的时候小孩又不舒服 现场就有一个医生可以咨询 是一个有帮助的一件事 所以欢迎爸爸妈妈们有空可以加入 上面有卫教资讯可以多多使用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协助到家长的地方 那再次的感谢伊甸 陈董事长跟团队们 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散播爱 散播更多好的种子 到社会各个角落 再次的感谢 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除了开心和小朋友一起跳舞互动之外 更感谢伊甸基金会25年来 在激动的耕耘和付出 藉由撑起更友善而健全的社会福利机制 辅助机制 打下温暖又坚定的基础 是我们激动市的楷模 也是我们激动市一会 永远学习的对象 各位小朋友家长们 共同见证使客 表达我对伊甸最诚挚的敬意 不只是今天的青植云游会 伊甸对我们激动市民的照顾 从幼童到长辈到我们弱势的身心障碍朋友 从幼儿园到日照中心到B2商店与职业训练中心 无所不报 真正的爱没有界限 我也每一个地方都去过 我认为这也是不是又是幼儿教育里面 这个参访跟凯模的一个标章 教育是希望的工程 尊重多元 共同友善 从小扎分 我们一定会与伊甸和伊甸追寻的爱与包容 这个价值的同行 伊甸基金会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亲子运动会 将早疗服务经验延伸到各个活动中 不仅从中观察孩子们的发展 更可以借此拉近亲子间的距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由文化部主办 基隆市政府基隆港务分公司协办的 文化平权巡演 庄图剧场一日限定基隆场的活动 5月11在国门广场举行 特地安排著名的歌手 范逸臣 戴岸林以及杨大正 联手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登台现唱 从彩排到正式开场万人空巷 歌手范逸臣 戴岸林以及杨大正 联手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登台现唱 从傍晚彩排到晚上正式开场万人空巷 这是由文化部主办基隆市政府 基隆港务分公司协办的文化平权巡演 庄图剧场一日限定基隆场活动 5月11号在国门广场举行 由文化部次长王石思 基隆市长谢国良 内政部长林佑昌 立委林佩翔 王振旭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梓 一起敲锣正式开场 庄图剧场一日限定 基隆七航敲到 而开场前国门广场和海洋广场 已经涌入人潮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翔 特地亲自带着矿泉水 分送给在现场等候的民众 也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感谢 纷纷要求何以留念 感谢国良 林佩翔 立委 新科立委 让国务广场面发水给大家 谢谢 发发水给民众 顺便跟大家问好 非常的开心 而且天气很好 然后来基隆的游客 非常的多 也欢迎大家 有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佩翔个人表示说 今天当然天气好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棒的人潮 在基隆的国门广场 里面能够我们看到更多 更多让人家开心的表演 让我们市民觉得好的 精彩的艺术表演 而我更希望说 这是文化部的活动 就让艺术归艺术 让文化归文化 然后让纯粹的娱乐 让纯粹的 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们对于基隆夏天的共同记忆 留在台湾 留下一个 不管是孩子们也好 还是成年们也好 美好的回忆 尽量保持纯粹 从下午开始 除了有杰出表演团队 被轮番上场 现场更规划 有餐饮区 文创商品区 也有街头艺人的演出 一直到晚上正式开场 主办单位宣布 现场涌入2万人 一起来欣赏这场 台湾电影星空音乐会 其实我们基隆市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 文化底蕴 还有文化故事的一个城市 所以非常谢谢文化部 今天首站 举办在我们基隆的国门广场 你看我们今天天气也非常的舒服 那看到我们那么多市民朋友 来到国门广场 一起来欣赏 台湾交响乐的演出 待会还有范逸成等等的歌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假日体验 希望文化部 或是中央的资源 可以多多进来基隆 我们也会积极来争取 让我们基隆的市民 可以感受到 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 包括基隆市议员秦珍 连恩典 洪森永 施伟正 陈军佐 以及陈冠宇等议员 也都到场参加 感受庄头剧场的魅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母亲节当天 由基隆市垂球委员会 举办的市长杯垂球锦标赛 在八斗子垂球场热闹举行 总共有12队参加比赛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 为比赛的选手们打气 而选手们也为谢国良来加油 母亲节当天 由基隆市垂球委员会 举办的市长杯垂球锦标赛 在八斗子垂球场热闹举行 总共有12队参加比赛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 为比赛的选手们打气 而选手们也为谢国良加油 我们给市长鼓励 市长加油 这里很漂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垂球场地 等大家报告 这个附近其实就是我们的游艇码头 未来我们在看游艇的地方 会有纳入一个小的购物中心的 一个都市设计 所以让大家在八斗子 未来有海滩 我们跟海大的合作 有游艇码头 也有好的垂球场地 让大家可以充分的运动 而且越运动越健康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谢谢 我们继续的努力 来把市政做好 那也打造更好的垂球空间 让我们更健康 运动更多 更长寿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垂球朋友会 在一个垂球的空间会更愉快 但是现场 你看我们去年度 把我们垂球场的这些 休息区都打造出来了 所以就给我们一个 过去不是这个 落个什么 平民去的感觉 现在是变成一个 五星级的感觉 5月15 有一个全国会长辈的 垂球赛也在这里 6月1号 基隆市运动也有垂球 所以我们市长 把所有的大比 尤其是下个礼拜的大比赛 很多选手都已经报名 有将近12个县市 希望说我们 多办一些垂球运动 让我们这些 大哥大姐们 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我们各位大高大姐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开心 今天是母亲节 在这里 可以看到 大家这么有活力 在这里代表 一定 就让今天的比赛 大家都可以 拿到我们 心里面的 目标 好 瞬间 基隆市垂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 秦真进一步表示 这次的市长杯垂球锦标赛 总共有12队参加 其中更有两队来自宜兰县 互相比拼垂球技巧和实力 记者 武俊松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型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蛙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蛙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基隆紫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 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温馨的五月母亲节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吴华嘉 许瑞慈 以及施伟正 受到人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的邀请 备好平安面及白菜乳 为人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服务的 清寒弱氏妈妈们 过母亲节 也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来关心韩市 市议员一起合作捞起面 装在饭碗里面 再将白菜乳 淋在煮好的面线上 把这碗温热的平安面 亲自端给清寒弱氏的 妈妈们享用 虽然不是一般坊间的 母亲节大餐 却十足温暖了 这群韩式妈妈们的胃核心 母亲节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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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母亲节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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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谢谢 母亲节快乐 谢谢 温馨五月母亲节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吴华佳 许瑞慈 以及施伟正 受到仁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的邀请 备好平安面 以及大锅的白菜乳 为仁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服务的 清寒弱氏妈妈们过母亲节 今天非常难得 我们仁安基金会 在这个地方来为我们各位母亲 来提前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一起 共度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 那在这边再一次祝福 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最重要的是 因为妈妈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 总是扮演那个 给我们温暖的角色 那很感谢我们仁安基金会 今天跳出来 扮演妈妈这个角色 来给大家有一起共度母亲节 然后呢能够像回到 自己妈妈家一样 在仁安基金会这边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吃一顿饭 而且仁安基金会长期以来担任 就是帮我们基隆接住许多 需要被接住人的一个角色 那这几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最近又有这个花莲的地震 所以其实许多善谈已经都分散了 仁安基金会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感谢我们仁安基金会 办理这样的一个春暮活动 那也希望就是各界的善心人士 能够全力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那非常感谢你们的用心 谢谢大家 除了简单的平安面 也象征性致政康乃馨 切个小蛋糕 由韩式妈妈代表收下 议员们也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来关心韩式 邀请有意愿的民众来担任 烹煮义工或是捐助 公餐服务韩式的经费 每月918 支持人安常年服务 母亲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推广台湾第一条 国家级绿道淡蓝百年山静 金融市政府5月18将在暖冬峡谷 举办台日步道交流 接牌仪式与暖冬峡谷 建走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山林之美 为了让民众能体验 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绿道淡蓝百年山静之美 金融市政府5月18号星期六下午 将在淡蓝谷道中路的起点 暖冬峡谷举办建走 同时也将结合一场 台日友谊步道的地节交流 来行销暖冬峡谷 推广国际步道观光 其实我们淡蓝谷道是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 那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在针对淡蓝谷道 做一个建走活动来做推广 那我们今年也在5月18号 要来办理这样子的建走活动 那只是说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有跟日方来地结一个友谊步道 所以我们今年也会在暖冬峡谷的入口处 来做一个接牌仪式 淡蓝谷道跟日本工程县的偶来四条步道 来分别做一个友谊步道的地结 那我们淡蓝谷道基隆边代表的路线 就是暖冬峡谷步道 那我们是跟日本工程县的灯米路线 来做一个友谊步道的地结 就是会有更多国际交流跟合作的可能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推广 国际步道观光 那也让更多可能国际的旅客 或是登山爱好者 可以来了解基隆跟暖冬峡谷 那我们这边欢迎基隆市民可以参加暖冬峡谷的活动 因为暖冬峡谷它除了是国家的绿道是第一条之外 然后它其实有用非常多的一些自然景观 以及人文特色 像是滑铺地形 峡谷地形 然后还有暖暖的一些湖穴地形 这个其实都是暖暖在地的特色这样子 然后另外这边也有淡蓝谷道非常有名的人文特色 就是土地公庙的部分 那个淡蓝谷道会有众多两百多座的土地公庙 那暖冬峡谷这边在终点处的时候 折板处这边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土地公庙 百年土地公庙 然后另外大津农场 这边也保持了我们传统的一个蓝染 蓝染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那这边欢迎基隆民众可以和那个携手 然后和家一起来暖冬峡谷来做剑走活动 暖冬峡谷步道位于淡蓝谷道中路的第一段路线 沿途山林风光 也是早期鲜明踏上淡蓝谷道 来到暖暖老街交易的必经之路 蕴藏丰富的人文历史 市府也透过手作步道与生态工法 就地取材重塑古道风貌 希望透过活动推广 带领更多民众走访暖冬峡谷 也透过国际步道的交流推广 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好 都停满了 應該是隨便停好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機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 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拍手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 綠色地貼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投資標股 賣向財富自由 歡迎你 讓我帶你走向成功 歐根的老師就賺了十萬喔 我剛才賺到人生 第一場金啦 注意 這邊有個新的投資標的 五十萬 包你吧 只有十個名額 我要加 網路投資陷阱多 穩住不賠是詐騙 歡迎播打1.5 版 詐騙專線查詢 Ladies and Gentlemen 零到一台給不到五秒鐘 但是一出門 我就看到 阿嬤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買菜 超飽油門 我也只能輕輕的踩 學校附近五嬰阿郎 醫院周邊有老大郎 人車擁擠處有炭假郎 五號這行阿靠有咱處來人 整條路都自己人 特定區域小心 簡速隨停 讓愛隨行 住在九公寓三樓的陳奶奶 每天都在陽台邊 與鄰居們打招呼 因為爬樓梯 已成為她出門的障礙 社宅包出代管4.0 以屋換屋 可跨現實服務 讓長者生活更便利 阿嬤 阿嬤